莫非定律 避开人生倒霉的二十个坑 你是不是经常被评价你人真好 你是不是总会刻意营造一种很温馨和谐的气氛 你是不是觉得为了获得认可 你只有讨好别人 但你要知道需要花尽心思去讨好的关系都不会撑得太久 慢慢的你会觉得别人越来越不把你当一回事情 因为你太好说话了 什么事情别人一找你就答应 什么东西别人一给你就要 这样你就变得没那么珍贵了 做人除了说夜思之外 还要经常说一下闹 亲和力虽然很重要 但是人的价值最终不是体现在讨好别人上的 日本作家山田宗树写过一部小说 名叫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后被改编成电影 剧中有这样一处情节 松子的妹妹因为身体不好 常年卧病在床 父亲对她照顾有加 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这个生病的女儿身上 松子不理解 她只是渴望得到同样的关爱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做了一个搞笑又搞怪的鬼脸 父亲被逗得笑了 她一连试了几次 发现都很有效 从那以后 她把做鬼脸当成了自己的招牌动作 遇到难堪的事情时 就会下意识地做这个动作 长大后的松子 依然刻意地讨好着身边的每个人 在爱情的世界里 她更是卑微的如同一粒尘埃 男友经常对她破口大骂 提心吊胆的日子 让她心有畏惧 却又不肯离开 还守着这个男人 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爱 影片中说 松子所给予的是上帝之爱 她所有的努力讨好 只是不想一个人生活 可是结果怎么样呢 没有人同情她 在乎她 珍惜她 最后她在孤独与可怜中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松子那样的遭遇 但那些刻意讨好 用卑微的姿态 去博取他人好感的事情 却充斥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有人是希望得到对方的赏识 所以刻意去说讨好的话 有人是希望对方成为知己 所以迁就他的种种情绪 有人是吸迹着得到对方的赞美 所以违心地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 隐藏着自己的真性情 但是 无论哪一种 最终都无法得偿所愿 莫非定律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成功秘诀 但是必败的一条就是 尝试讨好所有人 俄罗斯著名的导演 戏剧理论家梅耶和德也说过 一个艺术家的作品 如果所有的人都说好 那就证明 这个作品是彻底失败的 如果所有人都说不好 那也证明 这个作品是彻底失败的 如果一部分人喜欢一部分人谩骂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作品成功了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做好自己 不过于讨好别人 从而迷失自我呢 第一 学会接受不完美 你不能控制别人怎么想 与此同时 你也没有义务 对别人的话完全赞同 你应该明白 自我价值 不是由别人的评价决定的 而在于自身的评价 别人没有义务喜欢你 也不会对你做的事情 有太多的想法 少给自己一些压力 当你做不好一件事情的时候 没必要苛责自己 不如总结教训 不断成长 第二 学会说不 建立边界意识 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并不意味着自私 或许 你可以找一个 安静的不被打扰的地方 回忆你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所做的事情 并列出那些 你不喜欢 但是不自主 去帮别人做了的事情 然后 写出你为什么 不想做这些事情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其实 这些事情 都违背了你的原则 第三 接受你初次 拒绝别人的内疚感 改变习惯的开始 总是艰难的 由于习惯了 以别人的情绪为中心 所以 很难将拒绝说出口 当你拒绝别人的时候 不用内疚 不用抱歉 因为他会找另一个 可以帮忙的人 或者另一种解决办法 如果你还是心软了 可以从反面 想象一下事情的后果 我又帮忙 做了一件 自己不喜欢的事 然而事情 总是可以解决的 别人也不会因为 一件小事 有太多的想法 第四 学会自爱 提高自信 遵从己心 相信自己 不要过多地 在意别人的想法 因为你 永远也不可能 讨好所有人 即使你获得了 别人再多的好评 但这不是真正的你 学会自爱 才会体现你的价值 不必时常 和别人做比较 接受 并且 更爱自己 像对待 良师一友一样 善待自己 有时间 不如去做一些 喜欢的事 保证充足的睡眠 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自信的人才是 真正被人喜欢 总之 人际关系 原本就是千蝉百果 说不清到不明的事 若总是抱着 讨好的姿态 就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既要琢磨这个 又要拉拢那个 有人喜欢吃荤 有人喜欢吃素 周旋在这些人中间 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 试问一个人 有多少精力 可以兼顾如此多的人 如此多的事 更何况 讨好别人是一件 没有意义的事 就算你再怎么努力 也会有人不喜欢你 与其如此 倒不如放开束缚自己的羁绊 率直潇洒地活着 有的人 你需要好好珍惜 有的人 你根本不必理会 常言道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既不是同路人 何必强行与谋呢 有时候 你的讨好 也许会被人 视为懦弱 而有的时候 你的我行我素 偏偏会为人所欣赏 令人觉得 你有气魄 一切都不是绝对的 你一定会有习惯的 你这杯 我也是 我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